今次日本將一些污染了的核廢水 排入太平洋 引起很多人對日本在中日戰爭之中 殘害中國人的南京大屠殺 亦一次拉上來 在我X的鐵文中有不少說日本在中國南京時 所犯下的滔天大罪 估計有30萬人被日本人無差別的屠殺 這裏有個小姐姐 她說她小時候扮演過一個角色 一部電影叫做《Scar of Nam Jane》 可能這就是小姐姐的造型都未頂 廣術入侵南京之後 成立大屠殺 幸好有幾個外國的朋友 包括一個納粹黨的德國人 組織了一個就是外國人的地區 在那個地區上 保住了不少的中國同胞 這一段歷史其實就 非常之令人唏噓 很傷感 因為日本人借一些事 因為這是製造出來的 根本沒有發生的 盧溝橋事件 然後入侵中國 當時國民黨政府 就是中國的政府 一路輸一路撤退 南京是當時的臨時首都 花了一些時間 日本終於攻陷了南京 入城之後 大肆屠殺 這個屠殺的數量 比起在二次世界大戰 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 其實是不枉多樣 短短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三十萬人 死在日本的各種屠殺之下 當然也包括不少婦女 被他們強姦 姦完之後殺 那些嬰兒子 或者其他 可以說 慘不忍睹 但到目前為止 日本仍然有很多人 說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使得我們 對於日本民族 民族格 格調 人格 是有非常大的質疑 今次將污水排到大海 完全是因為想減少經濟上的損失 但找全人類來背鍋 這些行為 我們在世情國事 都已經指出 但今日世界 國家與國家之間 仍然都是強權政治 所以 直至有一個 可以用 可以用 道德 和人類共同生活 的規則出現之前 都是講拳頭 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不想見 現在我見到這些貼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南堅大屠殺 一個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歷史